大家好 我是田园 今天要来蒸一锅香香的鸡蛋发糕 它是我私凡的做法 有鸡蛋糕的香气 也有发糕QQ的口感 最好大家要有一个凉杯和一套小的cup 这是240毫升的cup 先把鸡蛋放在室温里 让它回温 然后我们来集合酵母 把酵母糖和温水放在一起 5-10分钟以后 你就会看到大量的浮沫出现 说明酵母被集合了 现在打散鸡蛋 尽量打得细腻一些 之前我们把鸡蛋回温一下 它的温度就不那么冰了 一会儿就不会影响发酵的速度 凉杯里面加半杯的中筋粉和半杯的低筋面粉 两种粉混合做出来的发糕 不黏牙而且有弹性 当然你可以全部用中筋粉 现在我们需要一杯半的液体 先往大的cup里面加入我们刚才打好的蛋液 然后再把酵母水放进去 还剩余的空间就用4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补充进去 你可以用牛奶也行 现在把这一杯半的液体倒入我们刚才总共一杯的面粉里面去 把它搅匀 这里只要注意一下不要过度搅拌 只要面糊搅到均匀 里面没有颗粒就可以了 手法上最好是这样前后搅拌 就避免过度的散劲 浓稀程度放在凉杯里特别好观察 450到500毫升不到这样之间 现在是第一次发酵 我强烈建议大家用一盆不碳手的温水来帮助它发酵 这样会快很多 大概一个小时以后里面面糊会上升到650毫升左右 然后把它取出来 往里面加白糖和黄油 黄油放进去以后会很香的 但是你可以选择不加或者加其他的油 现在把它搅拌均匀 过后呢 这个面糊又会降回到500毫升左右 然后进行第二次发酵 同样记得放在温水里面 如果这个水凉了要记得换水或者保温 当我们发到700毫升的时候就可以了 这时候你会看到好多的小气孔 把小茶碗刷上油这样子好脱模 然后放在滚水里面去蒸一分钟让它先热起来 这时候我不加盖 就是避免水汽流在碗里 好 现在碗里面加这个面糊 可以加到跟碗盐齐平 这时候的面糊应该是自然的状态 不要再去搅拌它了 然后加盖 用大火蒸至少15分钟 我这个是小的杯子 如果杯子大的话时间还要更长 那么这个一定要蒸透 如果没蒸透的话 中间就发不起来会有粘牙的口感 你可以用筷子测试一下 很干净就可以了 那么稍微放凉一下 我们再把它脱模会容易一些 现在你看它其实是很松软的 而且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小气孔 这款发糕呢 我们只是用天然的酵母发酵的 所以没有其他的添加 因此它很适合老人和小孩来吃 它的口感松松软软的 而且很有弹性 最重要的是非常香的这个蛋糕的味道在里面 这比你醒的 到吃东西的时候你永远都是清醒的 哟 躲在这个角落 嘿嘿嘿嘿嘿 我来吃 很好吃 好 要是再甜一点就更好了 哦 乔夫说了 要多加点糖会更好吃 那我觉得这个就差不多了 可能更甜一点 当然蛋糕味道甜一点是会更好的 真的很好吃啊 小婶 跟妈妈说你想不想吃 想吃啊 想吃啊 嘴巴还要甜一点 好 妈妈去拿一个 你可以吃的是那个给你吃啊 爹地去拿 爹地去拿 去 来给我宝贝拿一个 那是什么意思 不要 就是什么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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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意思 然后再看 好意思 好意思 我们说